我们组建了一个念佛堂 每月初一十五 即周六周日 佛诞日在此共修 没有出家人参加 除了这些日子之外 也没有人到念佛堂 请问是否应该 像出家人的道场那样 每天在念佛堂 以饭斋供养三宝 那你这个念佛堂平常没有人 你供养三宝 只供养佛像 没有出家人呢 你怎么供养佛呢 实在就是 这个建念佛堂是好事情 希望这个念佛堂呢 天天有人在里面念佛 这样就好 人多少没关系 三个五个都很好 欢迎大家利用这个地方念佛 那你这个念佛堂就真的有无量功德了 那么我们知道 在中国国内也念佛的人很多 如果有一个这样的场所来供养他 照顾他的生活 他能在里面念佛好事情 那么像你们规定初一事无 周六周日共休 也好啊 除了这些日子之外 这个里头有几位常住 常住无论是在家出家都好 在家居士常住也行 都是好事情 这样做才如法 这才真正是供养三宝 这个居士也是三宝之一 这个祝福也要晓得 只要是真正依照佛法修学 依照六合境 共同在一块生活 那都是三宝